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杨阳红毯,贵公子的风采 近期,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杨阳 再次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她在红毯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赞赏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杨阳红毯上的贵公子风采 为何能够如此迷倒众多粉丝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杨阳在红毯上的造型和气质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总是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款式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时尚品味 不论是正式的西装还是休闲的搭配 杨阳总能将每一件衣物穿出她独特的魅力 红毯上的她,常常一身帅气的装扮 给人一种高贵而又优雅的感觉 正如贵公子般的风采 其次,杨阳在红毯上的自信和从容 也是她成功的关键之一 她走在红毯上时总是面带微笑 举止得体 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身世风度 无论是面对镜头的闪光灯 还是人群的关注 杨阳都能够保持镇定和自信 展现出她成熟稳重的一面 这种自信和从容不仅给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赞美 也让她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除此之外,杨阳红毯上的互动和表达也备受赞赏 她总是能够与媒体和观众进行积极互动 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她在接受采访时的幽默风趣和真诚回答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亲和力和真诚感让她与粉丝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使她在娱乐圈中拥有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杨阳红毯上的贵公子风采 不仅仅是外在的华丽和气质的展现 更是她内心深处自信和优雅的体现 她的成功不仅源于她的才华和努力 更是由她独特的魅力和迷人的个性所塑造而成 杨阳,王楚然演绎消防员和医生的故事 《我的人间烟火》发废墟剧照 金腰日,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发布剧照 饰演消防员宋宴的杨阳和饰演 医生许沁的王楚然坐在废墟上 身后是缓缓升起的太阳 《我的人间烟火》是由李牧哥指导 杨阳、王楚然等主演的电视剧 据悉,本剧将融入消防、医疗等元素 呈现火灾、暴雨、高楼救援、车祸现场 地震灾区等场景 男女主人公也将一同出生入死 消防站长宋燕杨阳氏和急诊科医生许沁王楚然氏 分别十年之后重逢 由于工作性质 宋燕和许沁渐渐有了交集 宋燕带领消防员们 经历了无数次邪与火的生死考验后 仍不改初心 她的坚持感染着许沁 两人的心结也被解开 两人克服家庭阻力 最终重新走到了一起 用各自的专场守护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王楚然在电视剧听说你喜欢我中饰演 过一生的角色 杨阳在特战荣耀等军旅题材的影视剧中 都有很精彩的表现 此次两人合作 网友们纷纷表示好期待 编辑苏镜图剧电视剧 我的人间烟火官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